中头吸来了鱼籽酱 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跟它点 你不点呢是不会给你的 然后呢这个鱼籽酱呢 我看了一下后面的生产国家是日本 所以就还好没有特别的鲜 也没有特别的咸 这道总的来说 好了我现在Fairish Lounge 现在时间是早上十点 我们大概八点半到这里 然后拍了一些东西 然后check in 安检完 现在是十点 然后我们坐下来好好吃东西 这次我们乘坐的是波音777 采用的是121的头等舱排布 那么整个头等舱的座位呢 只有八个座位 这里有一个规模 这个电视机虽然看起来有点老旧 但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是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啦 但我并没有这么多东西放进去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遥控器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反正我从头到尾都没用上 最兴奋的部分来啦 你看这个椅子可以前后左右 向下摇动 然后居然还有按摩 这个按摩震动的幅度 好像也没什么感觉 我们下摇动的幅度 他的菜单居然有日式的和西式的两份 两份然后我旁边的大叔 两份居然都点了都点了 他还都吃完了 然后狂喝酒 下次我也要这样 但我实在是有点吃不惜啊 肿头吸来了鱼籽酱 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跟他点 你不点呢是不会给你的 然后呢这个鱼籽酱呢 我看了一下后面的生产国家是日本 所以就还好没有特别的鲜 也没有特别的咸 味道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淡 然后呢也非常专业 给的是贝壳勺 鱼籽酱呢只能用贝壳勺 或者是木勺来吃 总之一口下去 玉子烧和三碗鱼子 然后这个是螃蟹 然后这个是海胆 这道超鲜甜 海胆我的最爱 在空中的味道自然是 当然不如陆地上做的 坏式料理啦 但能在空中吃到 这么新鲜和这么甜美的食物 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看这种头戏海胆 我的最爱 那第二道菜是一碗 诺尔味的煮 然后打开超香的 你别看它汤没有颜色 但其实是一碗很鲜的高汤 然后里面拌的是秋刀鱼 也不知道什么秋刀鱼 我忘了 然后还有烤过的松绒 下一道菜 对 这个是松露中蛋 这个蒸蛋里面 放了满满的松露 松露也超级重 然后非常的鲜 上面是高汤冻 然后看起来短短的 诶这个是什么自身 我也忘了 我记得右边的两个是带子赤身 也是非常的鲜美 好吃 其实刚才那一碗松露 蒸蛋虾汁 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了 但现在才是猪菜 然后煮菜呢 是和牛 配萝卜 然后配一碗 鲜虾寿司饭 然后还有一碗味噌汤 这个 实在是不行了 饭我没有吃完 然后和牛 给了两片给我老公 这个和牛呢 当然是没有陆地上的好吃了 但是站着旁边的梅子酱 酸酸的风味还是不错 然后呢 鲜虾饭也很好吃 寿司饭的这个酸甜度 刚刚好 最后的甜品 是我最期待的部分 但是它就让我有点失望 上的是日本的凉粉 这个凉粉上 居然还撒了金箔 但是它并不怎么好吃 因为它实在是 太甜了 它的黑糖酱 实在是 太甜了 好 用过晚餐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 它的过夜包里有什么 一般一个航空公司呢 长途旅行 它的过夜包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一个漱口水 一个面霜 还有一个护唇膏 还有一个香水小样 然后一包面纸 这是一个眼罩 还有这个是耳塞 还有一个蒸汽眼罩 梳子 口罩 牙刷组合 然后就没啦 然后就没啦 这蓝妆换上了它送的睡衣 然后这里用的所有护肤品 都是CPB的哦 回来已经惊喜的发现 空姐已经把CPB的面膜 放在了我的座位上啦 擦完我自己带上飞机的护肤品 就准备睡觉咯 5分钟后 一醒来就叫了个机上小时 有腌海胆 哇这个超好吃 我后来又多叫了两个 有名太子小鱼干 这还有腌章鱼 现在就到了早餐的部分啦 那早餐的部分就比较简单啦 这个是 Egg Benedict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对不起 然后这个是芒果的Yogurt 是我老公的日式早餐 然后一碗白饭 一个伟增汤 豆腐 还有炙烤秋刀鱼 突然发现日航上面还有我最爱的 阿拉西西亚卡丽 刷个牙 洗洗脸 喝杯茶 准备下杯机咯 12个小时的旅途真的是非常的快就过去啦 然后非常的不舍我们降落啦 虽然我们这一次乘坐的日航波音777 算是比较老旧的机型了 但总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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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